這個題目最適合的可能不是我啦 是另外有一家專門幫忙做 取消目資的推手 但是我們談談不一樣的角度 我會比較偏在Marketing這塊的想法 Kickstarter 我們談題目的 代表當然是Kickstarter 剛剛Rae已經做過 有一頁他談整個 Kickstarter目前的一個狀況 一些project的內疊啦 成功的狀況 那我今天 各位在他的State 分析的那個page可以看到一些數字 我們從這邊來看一些 他有沒有給大家一些什麼 傳達的訊息 第一個就是 這個Total經驗我們就不看了 非常的長 然後成功的案子 現在是大概11萬6千多個案子 好 大家看一下 baker非常的多 上7千多萬 那 再看這個 實際上我們來看一下真正的 上架的案子 是32萬多 將近33萬 所以對比一下成功率 三分之一 這是我們從前面的幾個數字 我們看到的一個訊息 但是我們這一群 應該算是科技類嘛 所以我們談一下科技這一塊 科技這一塊的數字 大概2萬6千多 所以我們不用 是目前在Kissar這邊上架的數字 大概這麼多的一個project 意思就是什麼 非常多 所以你上去要被大家發現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然後困難還有其他的 然後困難還有其他的 他這邊看起來成功率是35 但是 剛剛瑞也有秀到 大概是 這邊上架的成功 大概只有五分之一 一般的成功率有35% 這是遠低於一般的狀況 好 我們再往下看 然後剛剛有提到 11萬是project 然後大家看一下 他們的成功率的 弱點在哪裡 這蠻有意思的 他大概在1萬美金 1000到1萬美金 換算台幣 就是大概3萬到30萬之間 這是目前成功的弱點最大的 但是各位 從這個數字有沒有一個想法 就是30萬可以做什麼 30萬成功的 是不是代表他這個project 往下構就可以成功 等一下我們往下 再看一下 事實上這樣的成功 並不代表他的project 可以順利的受到大家的手上 好 那 剛剛看的是total的部分 事實上在基數類的部分 成功的只有5000多 然後弱點呢 一樣是在這個 1萬 1000到1萬美金之間 或者是 這兩個 他比較特別 他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他有兩個弱點 那這個是 2萬到10萬之間 10萬在台幣換算起來 不過是 欸 欸 講錯了 10萬 到這個 這個就比較是接近 可能是可以做得下去的部分 對 對 好 那當然 這邊看到的是一個 百萬以上的例子 那 不多 可是台灣 剛剛那個Frost 80就算是 所以 已經上到這個等級的一個案子 他算70個裡面的一個 好 再來看一下不成功的這一塊 不成功當然就是 扣掉 有3分之2不成功的 這是total 那他的數字 喔 不成功 這邊講不成功的 的達標的 的比例 是到多少 最多 是在20%以下 都不成功 那 基本上去玩假的吧 好 那這個是科技類的話 不成功的比數 就是 剛剛有扣一扣就知道 然後 大部分一樣是落在20%以下 GD% 就是等於是 有幾 有一點點起色 到20% 已經都算是在 最低標 所以 大部分的不成功 是落在這個部分 五分之一 的達標以下 好 那我們再看這個東西 我們 這是一個問題 上局募之前 要做好什麼 才能夠讓你的整個成功率 更高 甚至不只是成功 募資的 達標之後的 出貨 也能夠順利 這個 條件是 其實是蠻嚴苛的 好 那這邊看到的是 某 就是那個 台灣 算是獨大的 物資服務公司 上面所提的服務 第一個 他們提供產品建議 第二個 他們提供策略 設定 市場調查 網站建制 文案製作 影片拍攝 廣告投放 社群推廣 採訪 發稿 回饋製作 物流 公關 客服公關 通路 甚至幫你找投資 好 所以 光是一個 群眾募資這件事 就可以做這麼多的事情 好 那這麼多的事情 你可以不找他做 你可以自己做 當然吧 問題是 你能不能自己做 而且很快的做到 某一個 某一個 Performance 然後把你的東西 推上市場 這就是你要 要去Tradle 去選擇 那 如果你要選擇 請 請一個 一個操盤手 來幫你推的話 你要 你知道現在的行情嗎 以台灣來講 至少拿個20萬以上 準備在口袋 然後要請人家做服務 那個是最低標的部分 所以 這個也是成本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專業 那這整個呢 其實只是 關於群務 之前要做的事 或這個階段要做事情的一個PR 這邊整個 其實在 沒有 沒有這樣子一個服務之前 就有公關公司 有PR的agency 他們其實就在幫忙做這塊的事情 只是現在因為有太多的新創 太多人想上 Kickstarter 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 FireV等等 那做不到 沒有 也是需要有人來幫忙做這個操盤 因為你們大部分可能都不熟媒體 那這樣的一個操盤 就是PR 的service 我沒有介紹我自己的背光 我過去 15年到 15多年的時間 都是在媒體的背光 所以 我一直在編輯台 也做了很多的 跟 跟廣告頭相關的 操作 我都很有經驗 所以 這件事情其實早就存在了 然後它也是一個專業 對 然後這是大概就是幾個 做一個PR service 的 一個流程 那這件事情重要 但是不是今天想談的一個 主要的部分 如果要聽 可能去聽大喊講 那我們往下看 Cloud funding Are you ready? 剛剛這部分就是 RAID的幾個案子 都會再重新出現 這個 手環的部分 鍵指的部分 或者是 餵貓吃東西的東西 餵食器 這個都很 出來的時候 都得到大家很多的關注 可是最後 Fail 那我們不希望成為Fail的 那個project 這張圖為什麼要出現呢? 它蠻重要的 就是說 目前的Cloud funding 已經跟以前的Cloud funding 不一樣了 以前的Cloud funding 剛剛有 前面有提到 Early Adopter 甚至是Nobator 這一塊 他們的數 以前 我們 每個 或者是硬體心臟做出來的東西 丟到 Kickstar上面去 那個時候 就是真的 這一群人會來關注 那這一群人 通常都是善心人士 就是說 他不會跟你要求那麼高 所以你的東西 有一些 有一些問題 他甚至會跟你講怎麼改 比較好 可是現在 Kickstar 他已經吸引了更多的目光 整個 好像最近那個滑板 那個Early Adopter 他們 我跟Tommy在聊 他也說 因為他前兩年也做過其他的募資案 他說 這群人現在已經不一樣 他要的是比較成熟的產品 也就是說 應該 有更多這種 Early majority 的人已經進到 Kickstar的募資來找東西 那這群人要的是成熟的產品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們想 如果還要再選擇走這條路 必須要把自己的東西做到 符合這群人要的 不然你得到的那個 Grady會很差 所以這件事情 事實上整個 整個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上架的project太多了 你要成為 雲雲大海中的一個明星 這件事情 越來越困難了 所以 各位去看那個 教你怎麼樣 操作 運作 或者上架 那個 巡眾目視平台 都會提到一件事 就是PR 是 關鍵 沒有做好 每種做好這個準備 就會 等下我們可以看到幾個 幾個例子 就跨不過這個門檻 好 那另外一個 前面都是在講 講那個tough的部分 這張圖是我們 19號的時候辦的 那個 DFM的工作坊 我請到四位大師 包括Ray 來談一下 製造這塊的一個問題 DFM的部分 那其中 Debi就提供了 這張圖 這是Bone Cost 的一些 不是不只是Bone 整個Cost的一個Structure 這張圖也 下一張也是一樣 就是說 Bone只是其中 最下面這一塊而已 在網上 蹲蹲蹲蹲蹲 還有非常多的成本 要去估算 那我這邊要講的 只是說 當你要做的東西是一個 接近市場的成熟產品的話 那 那你就要去思考到 這麼多剛剛 Ray所提到的這些部分 所以 表示說 Ray他站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對 好 那這是上一次他所提到的這個 他一個一個去分析下來 我們只是一個 現場的一個 提出來的一個project的案子 那他就 可以幫他分析 Bee Layout 機構等等 很多的 軟體的部分 還有其他的加工的部分 整個下來可能要進到 將近兩百萬 只不過 我們那個target 只是一百個piece 所以 你要 從這邊再反推回來 你的募資的那個 那個 達標的經驟 要設定在什麼地方 就蠻明顯的 對 這是更明顯的 一張 請Ray寫一篇文章 來好好的說明一下 謝謝 OK 好我們再回頭看這一頁 所以 他 這個是 Total案子 然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應該是比較合理的一個 可能 你要去 訂的 那個成功的數字 就是 可能 三十萬 以上的 那種 的金額 才會比較 比較有機會把你的東西 真的做到 那個 Bagger的手上 也就是說 再相對來算 成功率是多少 不是19 現在 是4% 如果從這邊來看 你要去做一個比較嚴格的 那個 的定義 你的產品 有可能做到成功的話 可能只有4% 那 你要怎麼樣跨越這麼多的門檻 走到那個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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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名的前4名 這是 往群眾目指來走來講 越來越Tough的一條路 OK 那這張圖是 Ray他先前的 版本 那這個是 Frank提供的另外一個 手道品牌商品的一個版本 意思就是 挑戰很多啦 那這張圖 就 Hardware 哈哈哈哈哈哈 OK 前面 花了一大堆時間講 這個實在 還是繼續談 幾個例子 這個就是 Obi-1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一個工具機 你把3D printer 都會丟進去 電鍍 做上型的 印出來是 金光閃閃 可是 他到群眾目指 只目到一半 就退場 因為他覺得 這個 這個 他 他也知道 應該很難再成長 數字下去 然後另外他也想要 轉換走 走 走那個Channel的一個方式 對 所以他目的 他比較合理 他可能目二十萬 就六百萬 但是 合理 但是 門檻就很高嘛 好 那這個是 另外一個台灣的團隊 他一個空氣 空氣 空氣 盒子 那他 他要 他第一次上架 他說 我要目四五萬 各位可以感覺到 蠻合理的 可是 他只他目不到 目到一半 也沒有成功 好 第二次 最近他出了這個 就是 那個 酒精濃度的偵測器 那這次他 玩一玩就好 我只要目 三萬五就好 募個三萬五 可是各位看一下 14% 比上一個還要少 他們本身就是一個 有通路 有製造的一個 的背光 所以上 上目的平台 他的目的是做行銷 可是 你說他們有行銷到嗎 更從關注度 從這邊應該可以看出一個訊息 就是 其實 也沒有多大的幫助 對 各位可能也都不知道 所以 想要透過 募資平台來做行銷 然後 你用丟上去的方式 目前來說 只是浪費時間而已 好 那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是 也是台灣的一個製造商 他從 他這個體制內創業 有一個團隊就出來做這個 scanner 欸 東西做得不錯 但是他 你只要看到這個數字 大概知道 就 欸 三 就 他也是 Move不到 2%而已 對 他就說我體制內創業 我就來試一下這種平台 對 但是他沒有做任何的marketing OK 但是有人很成功 這個 剛剛的Flox Flox Flox的部分 可以很快的看一下 他兩個小時40分鐘就達標 那他那一天 我剛剛有講 就是他們 當天 就有一堆的媒體 幫他做了報導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剛剛沒有請那個薛恩坦 其實他找到一個 他很幸運的 在美國找到了一個超盤手 他是雅務的PR的一個高手 所以他那時候剛好有扣 他們在一個 裡面 認識了 他就幫他做這個 他覺得這個案子有趣 就幫他操盤 所以這個是一個 其中的一個 我想是一個 重要的關鍵 好 下一個例子是 這個Otera 他是一個PCB printer 然後 他的 他的造型非常的討喜 各位 因為 一般我們Maker 自己做的工具機 不會長得出了 美觀 所以這已經是 一個成功的一大步了 然後 另外他的成功 他有多成功 他比Maker還厲害 比Flash還厲害 35分鐘就有目視成功了 對 然後再過了幾天 他就 又Double上去了 然後 他成功一個很大的 關鍵是 他參加CES Hardware Battlefield 這樣的比賽 得到冠軍 他得到冠軍之後 媒體就追捧 然後他 1月 得到比賽 冠軍 2月上架 Kickstarter 真的是 整個操作得非常的完美 所以 一炮而紅 對 這是另外一種 各位如果選擇行銷的一種做法 參加一個 之 可以讓你 大家都看到的一個比賽 好 這個是 Atom的例子 這個很快看過去 他 他第一代的時候 他佈到120台 第二代的時候 他佈到700多台 再加上 日本的同時的一個募資 對 所以他佈到可能 相近千台 就是他第二次的時候 就Double上去了 那他整個過程呢 他是我 我最近有在 有一個社群的大大問說 台灣Mega2Market的一個成功案例是什麼 我只推薦這個 他真的是從Mega的角度 一步一步做上來的 他就是 從玩那個 從DELTA的 Open Source的 三立不運的 一步一步 這樣子把它做到市場 然後他 他很認真的去善用 所有的那個 我另外一個 演講是談 那個沒錢新創的 行銷手段 的策略 那這些策略 他都用得非常好 第一個當然是臉書 然後他有做 他有做Fame 也有做Group 然後再來 他的網站做得很漂亮 說明非常清楚 然後 我們有幫他辦了 他第二代的時候 幫他辦過記者會 然後 我們也不知道 對 然後 我們也辦過 他辦過分享會 對 然後再來 這個 例子是Elke 那個 他目到 相當不錯 這個 34萬美金 將近千萬 那剛剛 其實Ray也講 他的定價 他的 他的低標 其實是 不符他的生產成本 但是 他最終 還是達到 目前當然是 堪用而已 他還是堪用 然後 甚至現在的這個 那個 正在目之中 還有41天 各位可以上去 對於美食有興趣的朋友 這是Valken 那 Valken的例子 我更是看著他們一步步的 發展過來 他從 也是 那個通熱大賽的 得獎 然後 他要做的題目是 鼠臂這個 法式 法式料理的部分 低溫真空空調 然後其實在他之前 就有非常多的例子 好幾 好幾個例子都上了 然後 甚至有步到非常 成功的180萬美金 比那個Frogs還高 對 然後 整個產品的設計 怎麼都已經 我的意思是說 市場上已經有這麼多人在做 那已經做得很不錯 你為什麼還要做 還是可以做 啊怎麼做 就是要擲鋼筋 跟你要打的 剛 其實Frank跟文豪都 大家都提到 你要打的那個族群 你就 把那群人好好的耕耘 他們很明顯的 他們本來有做出這個東西 然後 他們光是 就把這個東西 就開始到處去 走秀 去把他的 我們可能都試過他的東西 對 那個其實跟 跟後面的楊東龍的音樂一樣 你要聽過 你要吃過 才知道他這個東西 是不是你要的 那他還在整個形象的包裝上 也下了功夫 然後這個應該跟瑞都有一些關係 應該是 直接的關係 他做了好幾代的 已經兩三代的 產品的一個 設計 那這部分的設計事函 我們其實從IPC塊子 往下都有 整整一群 這個 我們叫設計製造一體化 服務 的一群朋友 可以幫忙 好 那剛剛講的是這個 呃 擺文不如一件 你光是說你的技術有多好 你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不讓大家真的看到 真的知道 對 然後 這是他們 這兩位 共同創辦人 然後他也找了廚師的 朋友 一起來做這個題目 但是看這張圖呢 他的行銷 你不會被感動 不會 大家都是男生 不會被感動 你一定要看到這張圖 你才會有感覺 所以 這件事情已經 做了另外一個Hint 就是 呃 視覺包裝真的很重要 叫人家有感 啊怎麼有感 這傳統的方法 就是 蘋果的那一套 對 各位 也許 身邊有這樣的一個美麗的女子 就可以幫你一把 OK 呃 我的時間已經不多 那 其實我另外有一個 Speech 就談這個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我這邊很快的就 亂過去 就是 呃 Startup 有他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那個 靈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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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簡創業 精實創業 這個三個步驟 但是同樣的 在Marketing這塊 也有 精實創業的 Marketing的方法 對 那當然 第一個當然 就像 Vray哥講的 你要先設定你要的 你的VP是什麼 你把你的那個族群 你要做的東西都很定義的 很清楚 但這個定義 可能一下子沒辦法搞定 你就請你在社群裡面耕耘 找到很多人去給你feedback 那你會慢慢的修正到 真的有 就說 剛剛 學生也聊到 我們可以先畫幾張圖 就丟出去測試 但是 不如你把東西做出來 跟大家 不斷的 就像現在擺在後面 大家直接玩 直接做feedback 然後到了某一個 各位可以知道 進入到市場的那個階段 就可以進行一波的銷售 這邊談的是TAE的部分 你有可能是總Consumer人 你可以從Maker市場 或者是HK人市場 很多人忽略這個 但是事實上 這個是各位 最好做的一塊 最容易切入的一塊 Maker最了解Maker 然後 很多人都需要學習 所以 Maker跟HK人這個市場 可能可以是你的MVP 那Vertical 這個看起來是最穩的 但是最難找到那個切入口 好 一樣先回到這張圖 就是 這是關鍵 你到底要打哪個豬群嗎 那一定是 我們一定一開始 做List Up 一定先從Innovator 這塊開始 那這個是 這是那個常委理論 然後 這個就是 你要走的是Channel 還是你要走的是Community 但是以我們來講 我們應該是從Community先做 這是一個 目前的最 一開始 要走 Maker to Market的第一步 那這邊談的幾個就是 就是 Check List 你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才可以打開你的社群的基礎 第一個就是寫文章分享 第二個是做在臉書上善用這個媒體 臉書或者其他的一個 社交媒體 這個一定好好的經營 然後第三個就是 參加活動 比賽也好 一些創業活動也好 然後 在網上 你已經成立一個團隊 成立一家公司的話 你就應該至少有一個網站 然後 然後 還是要參加Event 那你的Event 可能已經走遇到創業圈的Event 然後 然後有一個是 台灣目前比較可惜的 就是加速器 硬體加速器 可以服務 可以協助硬體 新作團隊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單位 目前還比較欠缺 好 大概 但是這個在矽谷 在已經有 很好的一個 輔導的一個 一套流程了 我們希望在台灣也能夠成生 OK 好 那個這個我們就不談了 就是做臉書的一些Trick 所以社群要先走 然後接下來是 Marketing的部分 那 這塊就是我 我的一個 比較有經驗的部分 大家很快的看過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就是剛剛 Franklin 談的那個 滑板的這個例子 他非常快速的 把他的東西實踐出來 那其中就是 他做得很漂亮的 讓你會 有感覺的一個 就 Rending Page是怎麼樣 跟那個 Kickstarter的那個 那個Page一樣 你要把 你要做的事情 很清楚的 跟 跟你要訴諸的對象 能夠談清楚 然後 但是呢 Rending Page有他的階段性 Kickstarter那邊 已經是很後面了 前面其實你還有 剛剛好像也有分享到 你要先從 請大家留下一些 一些你的E-mail 或者一些聯絡方式 一些聯絡方式 從前面還有 一些定價的 一個 的那個調查 都可以透過 Rending Page的 不同階段去執行 這樣的 一個目標 那 這是他 他就有這樣的 一個 功能的利用 你留下你的E-mail 對 然後 然後 臉書的部分 他也去利用它 來做 吸引大家來 來註冊 然後 下廣告 好 那 剛剛有提到 辦記者會的部分 這個真的 各位有機會 就 多認識一些記者朋友 然後寫新聞稿 一個專頁 那個 像 我常看到 有些新聞稿 其實你丟了 可能不會被媒體採用 這是有一些技巧的 有機會我們可以討論 好 再來 就是多去參加一些場合 還有一個 一個小Trick 就是 呃 照片蠻重要的 好的照片 欸 很 我就利用一下 那個 楊東榮兄的 的這個 他做的 真空管的放大機 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出什麼 感覺啦 那 好 我們 哇 不會吧 好吧 後面那張更漂亮 就是 當你換了一個拍法 你給大家的那個感覺 就不太一樣 真空管 對不對 所以一個好的圖片很重要 而且 你的照片解析度要夠高 你給 你如果在 因為現在臉書都網路上 Google都查得到 當媒體在寫東西的時候 他會去找圖來片他的文章 那你的圖如果夠好 他會先用 那圖的品質夠好 甚至連Print 他Print的那個雜誌都會幫你放進去 所以 圖片的品質跟畫質是很重要的 OK 我的Speech到這邊 我後面還有蠻多的機會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 呃 重點就是 呃 我們 還有很多 在Marketing這塊 如果有一些 呃 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來多做討論 背跟Pro是一個 一個平台 我們有很多很多朋友 那 都很願意跟大家做交流 做分享 好 今天謝謝大家 我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